《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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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過來 我們要先拍個照好嗎 然後他們兩個要有 要布置前面的故事 你要介紹一下 也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這麼抽空 過來這邊 這次是 代表我們民進黨 也代表我們小英總統 到這裡向我們各位 鄉親問好 尤其是在 明年的1月1號 1月11號 台灣要總統大選 那我們大家大概都 對台灣的政治情勢都非常了解 競爭非常激烈 那總統這邊 扶這邊 因為總統沒有辦法 到每一個城市 那2016年那次的選舉 他有到我們這個地方 也到美國全部六個大城 這次他只能夠跑比較少 所以來向大家問好 他最主要是轉達 這個 左東太主席 還有總統向僑胞的問好 也呼籲大家能夠來支持他 來 明年1月11號 能夠回國來 踴躍投票 那麼就這個 當然我們之所以會 在民主運動上 這麼樣的一個努力 這麼久以來 尤其我個人在以前 黑名單的時代 突破黑名單 回到台灣 後來擔任各項公司 從立委 剛剛Cashie已經介紹了 擔任行政秘書長 擔任勞委會主委 擔任黨的秘書長 也擔任副代表 然後環保署署長 這些職務 雖然算是 黨的資深的一個黨員 我們可以說是 大家都感受到 這一次的選舉 對於台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更加的重要 更加重要 特別是在香港 這個反送中 這樣的一個 這麼激烈的抗爭之後 台灣和香港 可以說是有那種 純齒相依的感覺 那種互動可以說是非常密切 因為大家都享受了 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這麼久 所以對於這樣的 如果沒有很好的司法體系 尤其是像這個 銅鑼灣書店這種狀況 在香港那麼自由的地方 發生了之後 香港的朋友 特別的感受這麼深 連續那麼多禮拜 而且從五十萬人 一百萬人 兩百萬人 甚至衝入立法會 我想看在台灣 我們曾經 從事還是追求民主自由的人 可以說是非常的支持 香港的青年 香港的我們這些香港人 香港民眾 對於追求自由 這樣的民主的一個可以說是毅力還有決心 非常的欽佩 非常的欽佩 所以說我們和中國的距離 這個基本上就是生活方式的距離 這個可以說是所謂的像星座之間的距離 可以這麼形容 這麼的遙遠 因為自由和不自由 那個就是說 你有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生活方式的自由 有沒有民主的決定的自由 我想這個距離最遠 這麼這些這樣的一個距離 最具體呈現就是剛剛我所描述的 香港的青年 香港的民眾 那種淺譜後繼 那種顯現的毅力 真的是讓人感動 還有欽佩 當然也得到全世界的聲援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也期待 中南海方面的領導人士 能夠聽到香港民眾的聲音 也希望能夠了解 人活在世界上 一旦能夠溫飽之後 就是希望能夠一個尊嚴 就是希望這樣的一個 比較能夠實現自我的 一個生活方式 中國十幾億人 如果也能夠享受這樣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這個創造力 不管在文學科學 還是在生活的各個方面 的一個創造力 都得到很大的解放 我相信對中國人 還是對全世界 也都會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我想就這一點 我想是應該是人類普世的價值 它不應該分地獄 所以我們了解中國 因為特殊的歷史因素 有中國共產黨目前的 這樣的一個統治 但是我們希望他們 如果在一定的程度 能夠越早宣示這樣的一個方向 我相信對於香港民眾 對於全世界的 目前類似說華為這樣的一個科技巨人 所帶來的這樣的一個科技的恐懼 而造成這不必要的衝突 我相信說不定都可以得到一定的 可以說這樣的一個放鬆 我想這一點是這次來這邊 向各位媒體朋友做一個報告 我想從台灣這個比較近代的 這個民族自由運動的歷史來看 最著名的就是 曾經是台灣大學最年輕的 政治系系主任彭明銘教授 彭明銘教授當年在1964年 也發表了有關台灣的很多的政治 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這樣的一個主張 叫做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 包括總統直選 國會全面改選 類似這些主張現在完全實現了 但是在那個時候就是不為威權的政府所包容 所以他就被逮捕了 被可以說是下奸入獄 但後來他用他的方法逃出了這個台灣 那麼得到瑞典遠在一萬多公里以外 好幾萬公里以外的瑞典的政府和人民的收容 我講這個例子是說 自由民族它是一個普世價值 就像剛剛我所講的 所以不管是發生在香港 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 或者是在紐約 或者在任何一個國家 我們應該都抱持一種 可以說是同理心的態度 來互相的鼓勵 只要他是用和平的方式 尤其這些朋友他是在那麼和平的方式來表達這種歡迎 而竟然受到不必要的脅迫暴力的一個霸凌 我想這個一對照起來 這個距離就更遠了 剛剛講說這個民主台灣和這個中國的距離 這個距離就更遠了 所以我想以彭明明教授的例子 甚至說我們說曼德拉先生 這個ANC啊 非洲民主議會的曼德拉先生 坐牢那麼多年 受到白人這個叫做隔離政府的 這個可以說是也是霸凌 把他放在監獄裡面 關在監獄裡面 27年 但全世界的人都聲援他 你到歐洲很多地方的公園 都可以看到曼德拉先生的雕像 就不要說美國啦 及歐洲 所以這件事情也是再度說明 這樣自由民主 它是不分人種 不分地獄 我們希望說全世界包括幾十億的中國人 有一天都能夠享受這樣的事情 所以說就這個主任剛剛所講的這件事情 我們認為我們必須要嚴厲譴責 當民運人士很和平的在那邊 來歡迎蔡總統的時候 竟然受到不必要的威嚇 還是暴力的相待 我們是必須要譴責那種暴力的行為 那麼我們認為再次的說明 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 任何一個人 他如果用這樣的一個表義自由 應該都受到尊重 我想這個每個國家之間應該要互相尊重 在自由民主這個陣營 目前我們當然像說美日 歐這方面大家在人權 在社會權的方面 當然就是大家同質性比較高 這個價值比較接近 所以這樣的一個互動是非常的自然 而且蔡總統他就是就到我們自己的辦事處 甚至和我們友邦的殘任代表來見面 我想這個都應該是遲到的 晚到的晚來的一種應該有的待遇 那麼兩個朋友三國演義中間 這兩個比較好 不一定代表一定要和第三者比較不好 我相信蔡總統在過去很多的場合 都呼籲能夠進行政府之間的一個對話 還是談判 他一直都有在不管是他在舊子的演說 在相關的10月10號的國慶的文告 還是在相關的元旦的講話 他都一再的表達這種善意不變的立場 而且期待是希望能夠透過政府 政府之間有效的一個對話 我想這一點有關這個美中台之間的關係 我們應該這樣來看待 我想美國政府方面一向都是表示支持現任的總統 執政的總統 這個政府政府之間的關係 這個很清楚的 那麼蔡總統他是 除了說在個人方面 其實蔡總統在擔任學者專家的時候 因為他代表國家有關GATT 官貿易總協定 以及這個WTO 就是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的談判 其實他在DC紐約他是非常熟悉的 就是說就個人方面 他本來這方面就已經有很多的 還是說在擔任正式部會首長之前 擔任政府單位的顧問 學者專家顧問他就已經有很多的互動 那麼在擔任陸委會之後 他更是受到歡迎 我在擔任副代表期間 就曾經陪同他去國會拜訪 我們Feinstein 就是我們這個加州的參議員 他們互動非常良好 除了這個 我相信很多的國會議員 或者政府相關的單位 都很喜歡和他來交換意見 所以可以嚴格講起來 這個是很自然的一個事情 很自然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認為應該這方面可以繼續加強 選舉都沒有絕對 這個從過去這樣的中間 這個你看 比如說今天是談國民黨來講的話 國民黨因為不是執政黨 所以很多英雄豪傑在競逐提名權 所以從半年前民調最高的 到現在還是次高的 現在都沒有如願 所以這樣的一個變化 這個我們說民意如流水 這才說是大概七八個月而已 當時韓先生剛當選市長 大家想當然了他不會去選總統 因為他剛當市長 你才就任市長 所以國民黨裡面就很多人出來 競選這個總統的提名 結果現在整個天下大亂 整個都翻盤 這個是說明說 選舉在任何一個國家 都不能夠大意 絕對不能夠大意 那陳英文總統一直抱著這種 可以如履深淵 如履薄冰 初選以來他非常的 可以說是各地更加勤奮的走動 除了要提議我們台灣奔走外交 包括像這一次之外 國內的事務他也必須要不斷的盯緊各項的一個進度 這一定是戰戰兢兢的 所以目前我想 因為我們台灣大概基本上 藍綠的這個大結構 這是一個大環境 大概就是旗鼓相當 當然目前還有一個叫做 是不是有一個第三勢力的可能性 目前還不知道 但是從執政黨的現任總統的角度 一定是把所有的現任的執政的工作都做好 那麼在美國這段期間 我跑了這幾個城市之後 大家都了解 我們在10月24號的確是表現不好 那麼在美國 其中選舉執政黨受挫 幾乎是常態 以柯林頓當時這麼樣的 可以說是非常的受到歡迎 包括他卸任之後的 可以說是支持度還是非常高 但是他在94年的其中選舉也是大敗 那麼這一次川普總統的國會部分 眾議院也是算是一手 也是失敗 所以但是呢 即使是這樣 大概都會在第三年第四年 了解到民意的走向之後 針對第一年第二年的改革 做適度的調整 或者是更加詳細的說明 然後大部分 常態上也都能夠沿頭再敢上 所以這一點呢 我們一方面就是要戒慎恐懼 戰戰兢兢 一方面當然就是說 也抱持一種謹慎 審慎樂觀的態度 來面對這樣的一個挑戰 我想我們就是團結在一種 叫做民主制度之下 我今天不是以總統府發言人身份 在講這個 我是以一個民進黨的 這樣的一個資深黨員 出來和我們同鄉 來交換這些選務方面的一些看法 所以各位有這個指教 我是純粹就我一個個人 來就這方面來發表觀察 我們從這個第一次政黨輪替 2000年到2004年 在阿扁總統繼續連任 然後2008年 又再度的政黨輪替 2016再度政黨輪替 我們已經幾番政黨輪替 這個輪替之後 在早期也都有在凱達戈蘭大道 甚至有相關的抗爭 換句話說 就是對選舉結果有意見 但是都經過了很多很理性的做法 譬如說我們在2004年那一次 大家對於這個選舉的結果 有不同的看法 最後大家用最笨的方法 但是也是最理性的方法 就雙方在每一個縣市的開票 的票都重新驗票 雙方都派出律師作為各自的代表 然後由相關的人員一票一票查驗 用這樣你看整個社會 完全接受這樣的選舉結果 不管這個選舉結果是只有0.228% 但是贏就是贏 一票也是贏 這是民主的精神 我們台灣社會 我是舉這個最尖銳的一次例子 來說我們對我們台灣的民主制度要有信心 我們這樣的一個衝撞 你看持續那麼久 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大家能夠接受用一張一張票 最笨但是用最紮實最透明的方式 讓全世界知道說台灣不得了 難力競爭這麼的嚴重 最後還能夠這麼妥善的解決 所以比起那一次的這樣的爭議 我們各黨之間內部的競爭 的一個爭議相對實在是算是小的 那選舉剛出選結束 大家各自的支持者 因為都非常熱情的投入 有時候台教人比做教人還要積極 這個是我們台灣經常發生的現象 所以那個情緒一定 現在又加上社群 因為臉都不用 可以說可以匿名的在各自來論戰 有時候情緒就更加的強烈 因為不需要公開的透明的來露臉的來表達你的立場 所以那個言辭之間就更強 情緒就更強 這一點可能是以前所沒有過的 那麼這個部分我們就呼籲大家 在我們尊重各黨的初選制度 初選沒有一百分 像民主進步黨的初選 從有創黨到現在 從初期譬如說由幹部評鑑 然後幹部評鑑覺得太過於精英 就加上黨員的投票 那麼後來又覺得黨員投票 大家有太多的人頭黨員 就是說黨員投票佔一部分 然後民調佔一部分 這是一步一步演變而來 重點是能不能不斷地自我反省自我改進 如果能夠不斷地自我反省自我改進 我們希望每個黨都能夠一樣 因為台灣民主要強健 要健全 就必須要每個黨都健全 我們認為政黨政治才是台灣民主政治 比較好的一個保障 所以我們要看每個黨都健康的發展 這一點是從我一個人權運動者 民主運動者的角度 我更期待這樣 那至於說類似目前這樣各黨 有各自的內部的紛擾 我以剛剛2004年那種在凱達格蘭大道的紛爭 再後來我們又透過那種每一張選票的驗票 重新確認 這個在全世界都得到很大的一個迴響 我想我們在很多方面包括同婚議題 每一次我們都是創造歷史 我們在亞洲第一個這樣的民選的平民的女性總統 這也都是創造這個時事 我們要以我們台灣的民族制度為要不用擔心 只要說和平然後言論自由互相尊重 我相信我們都希望各方面的朋友 任何一個黨的候選人都希望越多的支持越好 如果柯先生柯市長不選的話 他的支持者有很多以前可能也是民進黨的老朋友 能夠應該就可以過來回來支持 我們是期待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目前他到底要不要選 我們的確是需要尊重他 因為以目前的各種狀況分析 蛛絲馬雞把它來看 他參選的機率是很大的 參選機率因為他不斷的在鋪陳 他的不管是國內外的這個拜訪 還是國內各地的一個小型的造勢活動作談 還是每天的一個發言 還是對於整個兩黨的選情的一個掌握 如果說他完全不選的話 他就不需要每天定著這些數字在看 所以表示他一直都有這個念頭 只是有沒有要下定這個決心是缺最後的一步 這部分我們就尊重 那麼以一個執政黨的角度 不能夠等候第三者要不要選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的 以小英總統2016年 我們有那麼多的支持者 那在其中選舉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有一些地方 是不是應該說明得更清楚 溝通做得更好 還是有哪些地方可以做適度的調整 這個部分我相信我們蘇院長 還是我們黨這方面都在努力之中 在努力之中 所以我們對這個部分 再加上大家知道從今年元旦以來 天使地利都對蔡總統 蠻可以說是不錯的 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狀態 能夠繼續 再加上這樣剛剛所講的 在政務方面的努力 能夠很自然的獲得勝選 而不是依賴第三者的參選 或者不參選 這個不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期待 我相信這個就是誰的時間 再加上譬如說我們 總統太主席 他就是到這個美東夏令營 有來做類似這樣的一個溝通 那麼大家都知道 左主席是一個非常幽默的 也是前行政秘書長 他非常有感受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有很需要的來繼續來就這些議題 和大家來交換一件 包括說總統的類似說 畢業證書論文的問題 我們舉例來講 這個是絕對 也有和我們鄉親來講 以我們在美國念過書的都了解 總統的這件事情 證書的這件事情 畢業論文這件事情 有題目 有指導教授 還有證書 這個都絕對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叫做事實的問題 所以這個議題 我向這些鄉親們報告說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議題 有的問題是比較有主觀的認定的 這個可能是比較 比如說司法改革 大家認為司法改革做的還不夠 比如說年金改革或者是其他問題 這個執行力還說落實的程度 還說改革的深度 這個可能比較會主觀 這個大家可能會有不同意見有爭議 但是就類似的論文這種事情 它是我說我甚至用我的這個人格做保證 我如果說這個有問題 我以後不敢到美國來見這些鄉親 這絕對不會有問題 但是我相信再往後一點 總統已經在那個D卡的那個拜訪 他已經秀出了這件事情 就是怎麼那麼巧 就是巧合透過那個方式他來說明 但我相信將來的競選總部 還是總統府這方面 在適當的時機必要說一定會把這樣的事情 來讓社會來了解 這是一個有或者是沒有 這是一番兩瞪眼的事情 這是連漢一的事情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將來在野黨用這個就可以說是 其他議題都不用打 但是這個議題就不用打敗了 所以這個不是開玩笑的問題 這絕對不會 總統本身不會這樣 那麼我們黨也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假學歷的問題 這不可能 那我相信我們以我個人 我都可以來做保證 我們寫過論文的人都了解 這個不會這樣 所以說你說鄉親們呢 透過這樣的類似這樣分門別類 來做說明 做說明 就是說支持者一定會認為你改革還不夠 那反對你的一定認為你改革過度 這個很多事情就是 那麼這個就是其中選舉 就讓我們做一個了解 這名義呈現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哪些地方是不是需要再做適度的調整 還是安排還是溝通還是說明 我想這個就是目前蘇院長這邊 行政團隊總統不是在跑很多地方都在做說明嗎 我想類似這樣 一方面是時間 一方面是這樣的一個誠意 對話 互相了解 那再加上最主要當然是賴清德院長 那院長他表現了最佳的君子和民主風度 在第一時間 選舉過程就非常的君子 他從來他講說他絕對不會去傷害到現任的總統 因為大家都是黨的 大家都是好朋友 又是好的同事還是長官 他也堅守了那個原則 那另外一個就是選後的結果 他也立即在台南的天宮壇 表達了權力支持 蔡總統這樣的一個態度 非常的君子 非常令人敬佩 我相信這些都會讓這個 我相信目前已經有相對的慢慢的和緩 但是在往後的這個五六個月 還是必須要不斷的加強對話 溝通 努力的來說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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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